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老僧饮酒的样子 像不像那些醉汉 像吧 像吧 你看看贪婪众生肉的酒气彩色 老僧学的像吧 像吧 老僧可是笑你们这些人啊 只会饮酒吃肉 不学无术 又不懂得拜佛念经 吃素放生 慈悲众生 有些修道者只会在家里高高坐 接受众生供养又没有利己之行 我才去取笑他们啊 哈哈哈哈 你笑我疯癫 我笑看世间人愚昧 你说 傻不傻 世界上的这些人 傻吧 好笑吧 童子 为何观世音菩萨会说我们佛弟子 有时像观世音菩萨显灵感应故事里的弥伤 有时却像妻子 季公 你看 你伤慷慨不失于众的慈悲心 是不是像你们在行菩萨道做 功德利益众生的样子 那么你们 自私自理 只顾着自己家里人 亲族的样子 是不是像故事里的妻子 童子 这就是师父 白话佛法里面所说的 一会儿像个菩萨 一会儿像个凡人 是一样的道理吗 季公 正是 正是 你这童儿 哈哈 倒是有学了那么一点点 小指盖那么一丁点的佛法啊 哈哈哈哈 佛陀 那么 你们佛弟子 行邪音之道 就像故事里的妻子了 最终会引来杀身短命之灾 你被一句 你师父借邪音的 开始给我听听 童子 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我必须具有道德水准 离开爱玉城 借邪音 佛陀早在2500年前就知道 人的一个毛病就是淫荡 这个会让你破除你心中的佛性 会让佛性离开你的 我们很多人不懂得怎么守身 不懂得怎么守戒 最后犯了淫荡的毛病 动坏脑筋 你说身上会干净吗 很多人就是经常做邪音的事情之后 就会产生恐惧 因为他的正能量会失去 没有正能量的人就会产生恐惧 佛陀 为什么被 童子 因为我怕犯戒律 也不想淫欲 念想常存在心里 所以我就被师父的 开始来降服这个欲念 师父的白化佛法 好多正能量 佛陀 那么有效吗 童子 好有效 可以克服很多愚痴念想 佛陀 再继续精进修行吧 辱师功不可没 童子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佛陀 弟子 马来西亚 2020年4月12日 答 真的要认真 要如履薄冰 你们太不当心了 很多人修了很多功德 为什么到最后没功德了 就是这么漏调的 讲话乱讲 功德漏调了 做事乱做 功德漏调了 人有时候很可怜 自己功德漏调都不知道 功德做了很多 度人很多 最后不尊师重道 执着于自己 一些不正的念头 很快功德全部漏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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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